转型推升毛利率是公司营收不断创新高的原因 台大链认为现阶段全球经济局势变数很多 公司上半年的营收应该会和去年差不多 但是因为落实了转型策略 所以非PC领域的产品比重会持续增加 下半年的业绩会比上半年还要好